妻子在丈夫的手中就像一个洋娃娃 世上最矮的女人嫁给了全球身高最高的男人 每次两人需要互动时 丈夫都会抱着妻子站在自己的腿上练习钢管舞 仅凭一只手就能随意调整她的位置 那画面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刺激 丈夫身高达到251厘米 而妻子则只有62.8厘米 两人的身高差距达到1米88 这种高矮搭配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趣味和挑战 苏丹科森是土耳其的传奇巨人 以251厘米的惊人身高傲视群雄 是世界上最高的人 而乔蒂阿姆其实印度的肖可爱 以62.8厘米的娇小身躯 刷新了世界上最矮女性的记录 尽管这种身高差带来了许多欢乐 但也伴随着不少挑战 乔蒂因为患有柔软骨发育不全症 骨骼非常脆弱 苏丹在抱着她时必须特别小心 因为稍微用力就可能导致她骨折 而苏丹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由于脑下垂体分泌过多生长激素 这不仅让她的身高远超常人 还带来了关节疼痛 脊柱变形等健康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这对夫妻如果决定要孩子 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感谢观看